孔子呢,一生呢,最大的官职呢,他是当到了司寇,那根据行职的吹牛逼呢,还有实际的记载,孔子曾经设像室啊,什么意思呢?就是大致当我们现在的代理国务院总理的这个地步,山东的鲁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,司寇是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的一个概念啊,鲁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这个职务,同时兼任了啊, 代理了啊,国家总理的这个职务啊,那啊,他的生平呢,可能是最受读书人非议的一件事情,可能就是诛杀啊,邵政卯,就是邵政卯在,呃,是一个战国后期才冒出来一个说法,战国后期嘛,大家为了就是加强各个国家的,呃,金主局权,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了一个诡异的,向各个金主出谋献策的时候呢,提出一个没有底线的一个观念,为了富国强兵,一定要把那些, 整天在国内嘀嘀咕咕的啊,反动的啊,这些学者啊,统统干掉,假如说你提出这种说法的时候,你就要得历史上找各种各样的 预计啊,前古代的圣人,假如曾经干过这种事情,那么现在的金主也能这么干啊,但实际上呢,古代金主有没有干出,干类似于这种,呃,把不听话读书人哪去干掉的事情呢?没有,为什么呢?因为古代啊,是一个贵族的社会,金主跟贵族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啊,他们是建立在等级之上的,他们可以让一个贵族啊,放逐了呀,或者是不再任用他了啊,但正常情况下,他们不愿意诛杀自己的贵族子,比如说春秋发展到后期了呀, 虽然有很多的内乱,内战啊,但是基本上,比如说鲁国之前,执政的是一个杨虎啊,因为那杨虎执政失败了呢,呃,是不是鲁定公就把他杀了呢?不是啊,就是先告诉这杨虎啊,你已经干不下去了,赶紧滚吧,然后杨虎就逃乱了,孔子也是一样的,孔子就是他干不下去的时候呢,呃,鲁定公呢,就故意的就是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呢,就不分给他这个猪肉吃了啊,意思就很明白了啊,你就别想再当官了啊,孔子就很无奈了, 他等不到肌肉嘛,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,他就自动请辞了哦,因为人呢,多少都是要点脸的,特别是圣贤嘛,既然呢,已经,金主已经公开表态了哦,不要你服务了哦,然后呢,也就有了这个孔子的周游列国哦,通过这些事情来考察呢,呃,孔子呢,如果打击政敌的话呢,他是有可能的,因为他帮鲁定公啊,准备搞定三皇哦,也是加强这个鲁定公的,就鲁国公使的权力哦,就是中央集权嘛,但是没有成功, 失败了啊,但是在这过程中呢,呃,呃,呃,孔子呢,是不可能,因为这种事情呢,假如死记写了,变成一个死无对证的事情哦,吸收了啊,战国之后的大量记载,写下了,认定了这个孔子,朱少镇毛啊,那我们没有别的政绩的情况下啊,你们只能说,呃,尺马千没有,没有刻意的杀法啊,但是实际上我,我很怀疑这件事情能不能成立啊,因为,假如这么大的一件事情,就是我们目前的左传呢,是一个特别完整的,一个, 然后呢,呃,整个左传的细数,历史事件啊,都是集中在于,呃,鲁国啊,齐国啊,晋国啊,呃,这几个中年大国之上,发生的一些屠杀,呃,呃,贵族的事情,放逐贵族的事情,或四经的事件,基本上,呃,左传只要遇到了肯定,正常情况下,它都是记载的啊,但是呢,孔子朱少镇毛这件事情呢,在左传上,却没有记载,我是很怀疑这个朱沙少镇毛这件事情,在真实的历史上,是可以 成立的啊,是,是有发生过的,而且,呃,这个邵镇这个官职啊,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旁证啊,因为我们现在出土的经文啊,已经很多了,呃,春秋时代的啊,西周时代的各种官职名啊,没有发现这个邵镇这个官职名啊,所以很怀疑,呃,邵镇毛这个人啊,实际上就是战国啊,呃,循子,呃,杭徽子啊,等人为了说服,列国金主啊,搞那中央集权那一套啊,把一些,呃,跟自己不对付的这些读书人啊,通通干掉嘛,让自己啊, 能够得到金主啊,信任的这种狗咬狗的行为啊,发明出来一种理论依据啊,记住啊,在这个直播间里讲了啊,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啊,我个人揣测啊,它不代表就是邪术的啊,呃,共识啊,我个人认为这个孔子诛杀,邵镇毛这个事情可能是仔细乌有的啊 哦,我个人认为这个孔子诛杀,邵镇毛这个孔子诛杀,邵镇毛这个孔子诛杀